MING PAO 組隊 MING PAO HELLO,我江江 現在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按一下小鈴鐺喔 在開始之前 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的持有物 集中要害的焦點鏡 還有攻擊速度的力量頭戴 重傷害無效的固域背心 剛開始的刮刮砲挖呢是非常小值 而且攻擊速度很慢 傷害也不高 建議可以跟隊友一起組隊去打小怪 碗力來了 剩他第一血 快點打他 收頭 水 管力又來了,這遊戲好處就是偷塔是直接灌籃 我有泡沫了,喔喔喔,隊友在打這個閃電鳥 管力又來偷吃 再來偷吃,全部都被我收頭 哇,一次三顆,太猛了吧 這個豬豬一定要拿,增加球球的 別走,哇,這傷害超高的 飛水手裡劍超級強的 哇,得分40了 跟出來,跟出來,跟出來 大招準備好囉 大招 發射,哇,半血不見了 不然頭被他收了,但是OK啦 出來了,出來了,出來了 快走快走 還有影子分身數,可以讓我逃脫一下 喔喔喔喔,好多拳頭 還想跑 支援他一下好了,啊他跑走了 進分,進分 進分 哇,他們不死心,一定要衝出來 喔,麵花種子又來了 一定要衝 耶,勝利 哇,這一場居然是我MVP耶 太強了 目前賈賀倫蛙呢,戰鬥能力有四星 抗打是兩星 激動能力是三星 得分是三星 目前 因為他不耐打,所以 他只能躲在草叢做偷襲 因為當你抓在草叢的時候 對方是打不到人的 OK,那我們再進行下一場 我們試試看另外的其他的招式好了 可以看一下他的進化的時候 等級1的時候是 刮刮砲蛙 然後等級5的時候是刮頭蛙 然後等級7的時候就會是賈賀人蛙 那他的 等級1的時候他是泡沫跟替身的技能 等級5的時候呢是影子分身跟煙霧 等級7的時候是 飛水手裡劍跟衝浪 等級9就可以用我們大招 巨大飛水手裡劍 OK,我們再打一局 這次我的技能會選擇衝浪跟煙霧 很小隻就是要歸著打 升級到7等的時候 遇到了這個妙蛙種子來偷襲 他想要開大招 順利把他收頭了 哇,我搶到我搶到了 他全部的得分版都失效了 剩現在給他灌籃一下 這個飛水手裡劍其實攻擊力也超強的 暴擊可以到600 我只是守在門口喔 先收到他頭 水 灌籃 天花種子來了 喔,放毒喔 太妙不太妙 哇,我沒有打到 哇,4800啊,傷害 好,我大招就準備好了 準備好喔,他們在打這個閃電鳥 趁機偷襲他們一下 哇,我又搶到閃電鳥了啊 太猛了 還想走 對著他跑,等一下 躲起來齁 漂亮啦,哇 我要賺到一顆頭 他衝浪是打近戰的 5 4 漂亮 3 2 1 好,結束了 比賽結束 哇,480比180 勝利 MVP不是我啊 不過 滿開心的,居然獲勝了 結拉奧拉也是滿強大的 所以滿喜歡結拉奧拉 你有玩神奇寶貝嗎? 你有擅長的神奇寶貝嗎? 下方留言告訴我 你最喜歡哪個神奇寶貝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請講Header,別想FaD 我天賦怎麼可以定數 幾乎記錄 行進結了Flow 記錄了藝術的聽說 那病毒還記得我給你插進座 不如半個人 趁自己戰勝 為這塊面戰的 穩配新手Rapper幹的 可重點點其他都不愧說 別人廢他玩得真 他現在不嫉妒我 前面技術幫你刮三個粉